這段環境有點困難 那我講過,你可以不用一次做 你可以分階段做 什麼叫分階段 先把游標放在 Dedif這個範例 年齡 出生格是C15 然後呢,特別注意 Dedif應該不能插入函數 所以你只能自己打 等於Dedif 錢瓜糊 然後呢 三個東西 第一個,比較前面的日期 其實就是他的生日 所以你就點一下 Dedif跟哪一天比 跟今天比 今天的話 你怎麼打今天? 其實用today就可以了 這裡,叫他自己打today today打完之後 記得這個小瓜糊 一定要打上去 因為today 剛剛問到那個問題很好 就是很多同學都 漏掉那個小瓜糊 他就錯了 因為函數一定會有瓜糊 如果沒有瓜糊 那就會出錯了 只是說那個瓜糊裡面 有沒有傳遞數 可能有傳一個引數 傳兩個引數 傳三個 那這個是完全沒有傳引數 所以空下來 豆點 接下來的話比什麼 比年幾歲 所以給個y 好,全部打完了 按個打勾或enter 44歲 OK 可是問題齁 這個好像還沒結束 後面還有什麼 稅 豆點 N的話是幾個月 N個月 又N天 所以呢 我習慣會怎麼樣 把底下的這個 這幾個字有沒有 因為我後面要串什麼呢 串剛剛那個 這個後面有沒有 還要再串上這個 有N的嘛 第一個N是44 44歲 然後呢 N個月又N天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歲一直到天 Ctrl C 或按右鍵 複製也可以 再來呢 移動到44的後面這邊 就是跳到公式這邊 AND 串接什麼 因為我要把剛剛那個東西 貼上 那因為它是一個文字 所以記得前後加雙語號 先前雙語號 再把它貼上 貼上 你可以按右鍵 或者按Ctrl V 在後雙語號 也就是說呢 在這裡面 把剛剛貼上的東西 前後加雙語號 那為了要跟前面的公式串接 所以會多一個N的符號 好 那你做完之後 打過一下 有沒有發現 44歲 豆點 N個月又N 後面其實已經 越來越接近了 有沒有 但是後面有兩個N 現在還不是正確的答案 那我要怎麼樣讓這兩個N 可以變成正確的答案 特別注意 就是要把什麼 把這個第一個N N個月的這個N 有沒有 變成前面的公式 但是 前面公式呢 是Y對不對 那你把它改YM 後面這個N 後面這個N 一樣把它帶一個公式 只是說呢 要把那個Y變成MB就可以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要把這個N個月 這個地方 放這個公式 放的方式 可能要特別注意 可能有點難度 而且比較容易做錯 先把前面的公式 複製 C 2 記得把這個N 先選起來 要做什麼呢 因為 我要在這個中間放公式 但是我不能直接貼上去 因為 這個DATIVE 這個公式 那我現在要放在一個文字裡面 那必須怎麼樣 先把它切開來 中間再把它串接 所以公式才能放進去 OK 這個是規則 而且是最容易 最容易做錯的 那我做事給各位看 1 不過你可以 也許 像背口訣一樣 1 先把前面的公式複製 2 雙引號雙引號 兩個 移到中間 AND 再移到中間 再把它貼上 把這個Y 加一個M 就可以了 打勾一下 9個月出來了 OK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 只是說那個 中間怎麼樣把它放在公式 我在細部 後面還有個N 我在把那個細部做一遍 1 把N 選起來 雙引號雙引號 1到中間 你想說為什麼要兩個雙引號 到底很簡單 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本來是一個 完整的連續的文字 那可是我要在中間 放一個什麼公式進來 所以我必須怎麼樣 把原來的字串 把它切開來 切開來 變成說 前面一段 後面一段 中間放一個 公式在裡面 那你要跟公式串 你不能直接放進來 你前後一定要加M的符號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 只是說 要做對也不容易 那所以 這個地方記得 本來這邊是N 添對不對 那或者是你可以 背個口訣 1 把N選起來 然後呢 雙引號雙引號 移到中間 &&再移到中間 不然你就背口訣 雙引號兩個 中間 &移到中間 然後再把它貼上就好了 貼上之後呢 再 公式太長 再把它這個參數改成MD 好 打勾 結果做完了 向下填滿 OK了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 只是說可能你們那個熟練度 應該還是會有差 做熟了你會閉著眼睛都會 對 這個東西熟了之後 你會發現做你事還蠻愉快的 因為很快 其實這資料完全都聽你的話 不是聽你的話 因為是你就熟它 那就這樣就可以把你要的資料 放在一個幾歲 幾個月又幾天的這個訊息 所以我們用了Dedif的Y 取得它的年 YM取得剩下來的月 YM取得剩下來的天 那把它放進去 這樣就OK了 所以我剛剛主要是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用那個Dedif 去抓到它的稅數 第一階段 那這邊的話 比較可能會有注意事項就是The Day The Day後面一定要有一個小瓜糊 第二階段是後面在什麼 後面在End 把後面這個 這邊這個幾歲 底下這一串 Ctrl C 然後移到這個的稅的後面 End 然後雙引號 前雙引號貼上 後雙引號串它 打勾 然後再把N改成這個前面Dedif Ctrl C N的話呢就是 雙一號雙一號移到中間 先把那個N先選起來 然後End End再移到中間 再把剛剛的Dedif公式貼到End End的中間 把它改YM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雙一號雙一號移到中間 End 再移到中間 再貼上 然後這邊改成M D 答案就完成 只要你沒有做錯 很快的就可以把那個 精確的年月 精確的那個它的 歲月天全部做完 OK 應該 可以嗎 好 試一下 反正就把它熟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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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